请您选按新增专案 我们开启一个1080x1920的尺寸 按下建立 到纸张纹理的图案之后 按下右键复制影像 回到Photopit按下Ctrl加V 接着我们来调整一下纸张纹理的大小 完成之后按下打勾 接下来我们使用选取工具 在书签的外围框选一个范围 我们选按选取将目前的选取范围设成一个边框 新增一个空白涂层 将这个选取范围填满白色 接下来再加上涂成样式的阴影效果 把混色模式设成色彩增值 这样就能产生立体边框突出的效果 全Photopit也支援Photoshop的笔刷档案 我们可以到这个Brushies这个网站呢 找到你喜欢的笔刷 按下下载 等待五秒钟之后 就会有一个GIP的压缩档 将GIP压缩档解压缩之后 您就可以看到Photoshop笔刷的档案 选按笔刷工具 从这个地方就能载入刚才的笔刷档案 载入之后 它会询问你是否要在下次启动的时候 就将这个笔刷载入 载入的笔刷预设会放在我们笔刷清单的下方 请你开启一个新的空白涂层 选择适当的颜色 就可以在荧幕上刷出喜欢的笔刷图案 接下来请进入到全智库网站 这个网站有提供很多书法家的利贷罚帖 我们在网站的右上角输入想要查询的文字之后 按下键盘上的Enter 就能够找到这些文字 接着我们往下卷动 找到三西堂罚帖 在这里您可以挑选一个您喜欢的书法字形 接着就能够从网页下方找到字形下载的位置 它目前提供三种格式 PNG是点证图档 但是没有去备 EPS与WMF则是向量图档 PhotoP有支援EPS与WMF 所以您可以下载这两种格式 直接在PhotoP中打开 就具有透明的效果 回到PhotoP中 我们选按档案置入 找到您所下载的EPS或WMF档案 就可以把它放入到我们的文件里面 预设它会自动采用 Smart Object智慧型物件的类型 在缩图上点按两下 就能在独立的档案把这个智慧型物件展开 选按PACE1图层 接着再点选形状工具 在属性列这边 就可以来设定喜欢的甜色 还有它的笔画边框的颜色 完成之后 按下Ctrl加S 或是在这边做一个储存的动作 就能看到原本影像中的内容 已经纠正完成 接着请您找到秋天的图档 按右键复制影像 回到Photop中 按下Ctrl加V贴上 将它的大小调到适当的比例 旋转一下角度 接着我们来帮它加上 笔画的效果 再来请您找到我们纸胶带的图档 在这边因为我们需要它的透明度 所以请您按下免被下载 选择一般的解析度 核选我不是机器人 就可以把这个档案下载下来 回到Photop中 我们打开它 直接选取你需要的胶带部分 复制 回到我们的专案档 按下Ctrl加V 就可以贴上 接着我们只要把它大小调整一下 并旋转到适当的角度 接着加上一点阴影的效果 整一下这个图层的透明度 之后我们再复制一份 这样就完成啰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观看